在华人的基督徒当中 曾经流传过这一段很感人的说话 如果我有一千英镑 中国人可以全数之取 如果我有一千条生命 我绝对不会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相信大家都知道 这段是中国内地会创办人 大德生牧师所讲过的说话 在很多年之后 他的子孙提出 其实这一段说话不是停在那里 大德生牧师跟着是这样说的 不对 我不是为中国 而是为基督 他心爱中国 是因为他爱耶稣基督 愿意为基督摆上 将自己所拥有的包括生命 都完全投入在神托付给他的中国事工上面 大德生牧师在1832年 出生于英国的约克棍 父母都是敬畏神的人 在出生之前 他父母已经为他祷告 希望有一天 他能够去中国传福音 所以当大德生四岁的时候 他就已经告诉他 在长大之后 要去中国做宣教士 只可惜 年轻的大德生 被世俗的朋友所影响 只是打算为自己而活 当他15岁的时候 入了当地一家银行做事 生活愉快 得到很多年轻人的欢迎 不过 在一年之后 他就悶悶不乐地离开了银行 去到他父母的店铺做事 在他17岁的一个下午 大德生入到他父母的书房 想找一本书来看 结果 他拿起一份福音单章 题目是 It is finished 中文的翻译是 成了 大德生在想 到底基督已经完成了什么工作 答案很明显 就是完成了救恩 由那时开始 他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的救主 到后来他才知道 在他接受主的时候 他妈妈正在75英里以外的地方 探着朋友 忽然间 心里有很强烈的感动 要为这个儿子祈祷 直至得到神的回应为止 神真是很奇妙 谁听这个妈妈的祷告 大德生不单止接受了救恩 还决定献身侍奉主 神透过一个义仗 呼召他去中国传福音 当时他借了一本 由麦都斯宣教士所写 有关中国的书来看 里面强调医疗传道的重要性 所以大德生决定先去学医 为将来去中国宣教做预备 他亦都开始做户外运动 以增强体力 在生活上 他订出目标要节衣缩食 学习过克苦的生活 令到自己有更大的能力去帮助其他人 除此意外 他亦都做操练信心的功课 大德生曾经碰到一个老板 时时都忘记准时发神祟 大德生决定不直接去提他 而在祈求神去提醒这个老板 结果神随听他的祷告 又有一次他为了回应神的感动 将自己剩下来的钱 全数捐给一个很穷的人 去挽救他随死的太太 到了第二日 大德生收到一笔汇款 给他先前送出去的多出好几倍 这些事都为他带来很大的鼓励 使他日后当遇到困难的时候 能够凭信心安然度过 大德生曾经对自己这样说 到了中国以后 再不能够向人要求些什么 只能够向神祈求 这个祷告的结果会是怎样呢? 在五十一年的侍奉岁月当中 大德生创立中国内地会 有过千名的宣教士回应他的呼召 去到中国的内地传福音 在中国 他至少培训了七百个当地的传道人 带领超过一万人归信主耶稣 面对内地会庞大的事工经费 他只是做一件事 就是仰望神的供应 从来不向人无捐 结果神感动人 给内地会事工的奉献 竟然有四百万美金那么多 在当时 这不是相当惊人的数目 大德生的信念是 神的工作要照神的方法去做 这样神的供应就一定不会缺少 提起中国内地会的创立 我们一定要讲下戴德生的太太马尼亚 因为她是一个真正的幕后英雄 她两个在1858年在中国结婚 马尼亚的爸爸撒姆尔迪雅 是早期去中国传福音的宣教士之一 所以当戴德生和马尼亚结婚的时候 马尼亚已经在浙江的灵坡住了好几年 参与不同的宣教活动 后来她被戴德生有极大的帮助 在1860年 戴德生因病令到身体虚弱 被逼要回英国休养 她个人虽然在英国 但是心就一直都留在中国 仍然不停地筹划在中国的时工 当时的外地差会 几乎都将他们的宣教士 留在中国沿海的大城市 这样做联络比较方便 人生亦都比较安全 不过 神秘戴德生的负担 是向内陆的中国人传福音 经过几个月的讨告 她深信 需要为中国内地的宣教士工 成立一个特别的机构 在太太马尼亚的协助下 戴德生写了一本叫做 《中国属灵需要的呼声》的书 当时这本书影响了不少年轻人 愿意献身去中国宣教 1865年 中国内地会终于成立 有不少的同工参加 大德生牧师和师母在英国的朋友 都支持这个时工 他们毫无保留的奉献 令到内地会一无所缺 当大德生牧师夫妇在那一年回到中国的时候 同行的还有十六位宣教士 而内地会的时工 这样就正式展开 大德生牧师将她的一生奉献给中国 直至到1905年 她在湖南的长沙安息主怀 享年七十三岁 她和被她先回天家的马里亚 一起安葬在江苏的镇江 大德生牧师的后人也奉献侍奉主 她的第四代传人戴兆曾牧师 生前就担任过神学院的院长 培育出很多中国的传道人 所以大德生牧师可以很坚定地宣告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当我们勉怀这位 心爱中国的属灵伟人的时候 亦都应该问下自己 我是不是心爱耶稣基督呢? 我愿不愿意将这一份爱 投入在祂所托付给我的使命上面呢? 我愿意将这一份爱情 我愿意将这一份爱情 我愿意将这一份爱情